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蔡菜籽VS 肉肉籽 我是不吃肉的蔡菜籽Kili 我是無肉崩潰的肉籽Limboi 原來香港也有日式素食店 這樣也被你找到, 真厲害 這間餐廳的老闆也很厲害 他28年前已經開始開居了 4年前就開了這間素食餐廳 因為他們完全不會用素魚和素肉 全都是天然食材, 很期待 我實在很想吃 日本的水果蔬菜是有名鮮甜的 幫我們先試蕃茄和茄子 哇, 這個真的是茄子? 怎麼看, 橫看, 怎麼看 都不像一塊茄子 對, 因為叫水茄子 是日本唯一可以生吃的茄子 我們先試一下 我以為是這麼硬的 它的味道不會有草青味 有點像石榴的味道 我覺得像花樂 這樣就有點像年老 嗯, 那就是年老 日本的蕃茄的甜度是8至12 因為他們用了水果級的蕃茄 而不是普通用來煮菜的蕃茄 你看看師傅的煮菜多厲害 這是一朵用蕃茄皮 批成的玫瑰花 對, 剛才老闆說 那皮可以吃的 那不如我吃肉, 你吃什麼? 好 這個 哦 我先試蕃茄 哎呀 甜起來有一點酸味 哦 首先是吃到蕃茄的那種 蕃茄少許的蕃茄酸味 然後你越吃越甜 對, 因為外面就越甜 因為外面就越甜 是不是很汁 其實醬汁已經漏出來了 我不捨得吃到皮子 不如我們吃到這裏 好 你介紹一下這兩道是什麼 這個叫做艾芙 日本寺廟裡有一種菜叫芙 它也是用眼筋造成的 那這個就是夏天的時候 大草當造 他們就加了艾芙 進去做成艾芙 好像是麻糬 很煙的 因為艾芙本身有甜甜的 嗯 上面的芝香就是鹹的 這個又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解釋 這皮是不是腐乳 請問 這皮看起來是腐乳 但它其實是一個 叫做舊腐植 那它就放在一個 烤脆了的油色腐乳裡面 你要抹 好像擦牛油這樣 擦開 我都知道 質感和味道都很像腐乳 嘩 大概沒有腐乳的死客 很脆的 我聽到很脆 嗯 我覺得這兩個都很好吃 尤其是喜歡有少許濃味的素菜的話 這個褲皮也很香 又很脆 嗯 整個呢 你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擺明是豆腐 這個叫胡麻豆腐 它是師傅需要把胡麻炒香了 再加割粉 要慢火炒 攪拌30分鐘以上 才可以做到這樣 彈一下彈一下的胡麻豆腐 它的胡麻味飄湧出來 它呢 和吃普通豆腐有些不同的 這個比較黏一點 嗯 我怕你有壽司吃 對 我開心了 為什麼呢 雖然我是肉脂 但平時我是吃魚沙 今天這些是素菜 我全部都吃了 這盆素的壽司超級精美 全部都像玩具一樣 對 這兩個好像花 那是什麼呢 這兩個呢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燒賣 它是一些豆子 那個是紅豆 這個是芝豆子 還有一口很香的芝麻 全部都很吸引 我試這個 這個 即滅滅海膽 好像海膽的壽司 不知道是什麼 很漂亮 嗯 嗯 哇 是很甜的南瓜 很甜的 是蘿蔔 嗯 不如簡單介紹米幾碗手 嗯 這個是燒雞鼻菇 這個是迷你茄子 它真的是整粒茄子的樣子 很可愛 這個是煮藥 中間切開了再包飯在裡面 這是牛油鍋 這是牛油鍋 大家都很喜歡 牛油鍋 那這個 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剛才看了很久都猜不到是什麼 假魚生 哈哈 它其實是把紅椒燒完之後剝皮 中間那層肉 來造成一個假魚生 是的 這個很精緻 這個很香紫菜味 很香 很香 你猜一下裡面有什麼 但是我知道裡面有什麼 那你說 哈哈 那你介紹吧 那你介紹的時候我會吃 哈哈 是很壞的 這個裡面是冬瓜 而且它用了一些素菜湯煮了很久 應該很入味 他們會用最上乘的紫菜來包這個冬瓜 還有一些菇菇 有菇菇 嗯 日本 高湯很多時候會用昆布和煎魚 是不是煎著 哈哈 昆布和煎魚 那這裡就拿走了煎魚 就用其他的蔬菜去熬製 就是那個蔬菜高湯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冷麵 那它其實裡面呢 就不是用我們平時吃的那些普通的麵條 而是用了蒟蒻麵的 蒟蒻麵有沒有 哈哈 又沒有卡路里 又沒有膚質 又高纖 那如果你是減肥 或者是不想吃澱粉質 或者是不能吃膚質 的人士 那這個可以吃這個 它裡面有些麻醬 而且夏天吃這個很清淡 它比冷麵更清涼 嗯 很好吃 因為它的蔬菜很爽口 是 好 那我們不客氣了 下集見 拜拜 拜拜